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开始当然主要就是办理讲座 各种的讲座 因为特殊合同有太多的治疗 在他们这个治疗方面的地方说 语言治疗 职能治疗 所以那个种族呢 都是所有的种族 而不是华人而已 目前我们 因为我们是以华语为媒介 所以来参加的几乎都是华人 但是我们办一些户外活动的地方说 我们办过的最成功的一个叫做陪特殊合同一礼 就是我们招聚一些的家庭 然后招聚一些义工 然后邀请公众人士陪着这些孩子一起爬土来山 编练一礼 那我们这个已经办了五居 那五届的 每一届一开始的时候大概三百多人 到第五届的时候已经一千多人一起走 所以是很大的一个参业 大家很想应 比方说你特殊家庭可能是三十十个 那么一公你就要准备最少三十十个 而且那个救生队什么要很多人 对对 然后为什么要叫这些公众人士陪着一起走 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在做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社会的宣导跟社会交易 我们希望说这些特殊家庭出到外面的时候 大家能够接纳他们 不要说看到一个特殊家就好像当怪物 用一样的眼光瞪着他 或者你比方说你是开一间餐厅 那么你可能不欢迎这样的人进入你的餐厅 如果你坐在准备安静吃一个晚餐 隔壁有一个孩子 特殊孩子那边吵吵吵吵吵 拍桌子啊 或者做出一些状况 你有多少的那个接纳度 这个是我们非常强调的 就是教育大众去接纳这些特殊的孩子 去正视这些 对对对 所以我说的那些活动就包括刚才的 就是这个讲座 然后就办那个营会 我们办过一个营会 就要了大概三十个特殊 一家有特殊的家庭 然后家庭就包括父母亲 特殊孩子跟他的手足 然后每一个特殊孩子 我们都安排一个义工去照顾他们 然后这个义工在三天两夜 陪着那些孩子过的日子的时候 就真的能够提出一个特殊 所以这个义工是没有经验的 我们训练的 就是你们 by the way 去训练他们 超过一半是很有经验的 因为其中有很多 当时我们办这个营会的时候 一半超过一半是属于特教老师 所以也是一种教育 对对 所以办营会 办讲座 办这个 一些的联谊的活动 然后办辅导 办议诊 办意见 办一些这些帮助 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 帮助这些特殊儿童的家庭 那么怎样帮呢 我们就用进行各种的方法 你们都知道 让我为你们骄傲 一切一切